我没有说中共篡改啊我也不敢不敢说我怕啊这话太厉害了啊但是呢我听一个著名的这个美国的大学的教授跟我说过就是说中国的历史啊给学生们讲啊讲不全嗯总有几节给 嘎啦掉哎哎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这个说一半藏一半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劝改啊你说这个六四吧啊不六四吧他缠着椰子吧他全部砍掉嗯反右这块吧哎他不讲嗯多了你要把中共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完整的历史你找一本教科书你没这本事对啊所以说 是编教材的水平不行还是有人劝改他不是他自己编编完以后你还不许说你还会给你举两个例子吧嗯这个有一个有一个老师叫唐松唐松对对啊我明天要采访他啊啊你找到他了对啊他研究土改啊对哎 他发掘土改的真实历史最后就是不许说了不许说最后没办法流汪到美国啊你在这边还可以批日本创改教科书你在中国你批他创改土改历史对他立马给你击对他就他就是现在这个他自己不说他也不让别人说对他自己瞎编以后你还不能说真实的是什么啊这就是他问题的比日本创改教科书厉害多了日本人没有到中国来逼得你封嘴啊这还有一个条子呢就是呢这个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那个嘉宾主持伊娃嗯他去中国甘肃搞这个大饥荒的口述历史啊找那个人一个一个的说然后就把他抓起来不许说啊不许说这都是现成的例子啊所以说老共他不仅那个劝改啊他还镇压你讲真相啊这个东西比日本在某些方面鬼子厉害多了对啊 何止是有过之而无极啊比较厉害对反正是这个这个你要说历史的话东西太恐怖了 那个这个令利中央啊 这个封封这个武装这个格局 历史上干过多少次啊那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武装格局来的他敢讲吗 在历史上我听那个任淑林老先生节目他在 红军长征到 西藏那边的时候 还建了两个共和国 立立中央立立国家 后来搞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最后呢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些历史告诉你全都回避 那么就新疆的历史,西藏的历史,反右的历史,土改的历史,大饥荒的历史 还有什么呢 六四的历史 都敢讲 所以说中国的历史啊他真的他没有一个全本啊 那现在的习近平还让你自信 还让你自信 你没,那你这个自信呢他根本就不让你去了解 真正他就让你自信,就是要你就信,我就是伟大 我就是光荣,我就是正确 所以中国这个历史 我不知道这个习近平洗刷中国历史 现在是什么回事啊 反正 两个三十年不能否定 习近平先生呢我觉得好的好的 什么地方呢 他反对历史这个 虚无主义是不是啊 就是你不能够你你你不能把共产党历史全抹掉 但是呢 他对共产党过去做的那些孽 包括他自己遭受的那些孽,他们家里的人遭受的那些孽 他都没有反思啊 对不对啊 这也是历史啊 你还自信吗 看了这历史你自信吗 不能服人呐 所以说那不服你不服我去抓你 我所知道的情况就是说胡耀邦的这个故居在会计司胡同 25号 那么 这个地方呢 胡耀邦去世以后他 太太 李昭住 然后现在是我不知道这个胡的平住不住哪 那么胡的华住在哪 可是就是肯定的 那么现在就是说要他搬走 这个房子不在中南海里头,在中南海外头 原来我还没搞清楚方位啊 后来人告诉不在中南海里头 好房子 你看看大家看在这前面的这个这个拍照片啊,大四合院 对啊 这个 先说事实部分就是说确确实实胡德华该班 这个因为这是中共的 家法 真的 跟国法都没有关系 就是家法 就是党 对党让你住啊你就得住 党让你走你就得走 那个而且这个胡德华呢 透露的信息呢是这个 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说 一直让他走 但是呢 这个 没有强迫他走 没有期限 对 没有期限 这个跟我们当时我们学校啊 轰我走的一样 64以后 我不是是被这么大开除了吗 党委书记给我交到办公室去 陈小平啊我先给你宣布一下党对你的处理决定 给我开除 加法处置 然后说 上面这里你要把房子交出来 但是你没地方住 我没有人说你马上搬 我就是明白他意思 就是你还可以住的 但是房子不是你要你要搬走 实际上中邦现在给胡德华的命令类是这样的一个 类似这样一个命令 那么胡德华惨在惨什么地方呢 他在这个 他爸爸当官的时候 或他爸爸当官以后不当官以后 他爸爸的那些部下能揍在他情况之下呢 他没有去搞腐败 他哪个房子都买不起呀 买不起 所以说 他现在当然他执行中共中央办公厅的这个命令 他要搬走 他说这是不能讲条件的 他现在已经开始在外头 租这个 租这个房子住了 所以说 胡德华先生在这个事情上做的呢是很有分寸的 是吧 他满足你党规 党那个帮规的要求 他也没有提出任何合理的要求 那么外界现在报道这个事情 集中的是什么呢 就是差别对待 但有些人在那住有些人就不能在住就是中办的刚才是没有一刀切 这个事情呢这个刚才呢就讲到这个帮规的层次 帮规的层次实际上就是说 还有帮规这个事件还有帮规以外的层次 帮规以外的层次呢刚才和平先生已经点了一个就是关键信息就是他的政治符号意义 这个除了这个地方的是胡耀邦的这个故居以外呢 他的另外一个这个政治符号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这个地方会计司服的25号吧经常是一些意见上访 和党内这些 各路各路人士的聚集点 他是一个 相争地 我想呢 这也是中办 正式下足克令的一个关键的因素 因为 我有帮规但是中共的帮规从来因人而已 这个 谁呀 赵紫阳那个事情啊 对不对呀 这边报道在报道这个 胡德华被逼远离中南海的时候呢 他提到了这个赵紫阳那个故居的问题 他也是同样的问题 但是就没有让赵紫阳的这个亲人离开这个地方 他说这个理由呢 那就 可以琢磨了说赵紫阳的骨灰还在那 因为赵紫阳的骨灰到现在都没有安东好对不对呀 因为他们一直在争论 因一个什么的级别去安排赵紫阳 按照赵紫阳来讲他应该是这个国家一级领导人 但是后来说呢 给他们一个安葬的地方是给一个听主级干部 你想这种 哪一个文件 把它由一个 党的总书记将成听主级干部呢 这是这个 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说有些人说 帮规的议题 试用 议题端评的问题 实际上这个胡耀邦啊 当年在台上的时候他得罪了很多领导人啊 他最大部分就是在 中央 这个 中央还反对搞特权 这是很多老家伙反对他的一个理由 这个 李先念 胡乔木都说这个 这个胡耀邦六亲不认 你放事你别撞到他的手上 所以说胡耀邦呢在这个 在这个意义上呢就是胡家的儿子们呢他也不愿意在这个身上 搞特权啊他所以他这次配合他愿意走 他已经出去住房子了这第2个 那么第3个呢就是习近平跟胡家的特殊关系 这个里头有 这个 政治符合意义 那么为什么说习胡关系划上句号呢 在某个意义上 中办在 给他要他走 实际上 在某个意义上把习近平 和 胡的这个关系 抹掉了 我认为是这样 你觉得他们有什么样的历史关系 这个这个呢就是说啊习近平和胡的胡家的关系 这两家关系是不错的 这个两家关系是不错的 这是说 父辈这一辈啊 那就是说他这个胡和习 这个两 胡德平 和 胡德平为代表的胡家和习近平的关系 那么大家都知道习近平上到一开始 又去找个胡的 胡德平 是吧 这个 当时候呢确确实是胡德平和他后面的习近 胡家的力量是习近平很看重的一个力量 因此他 外头传说他找 这个 胡去温哥记 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个东西外头有广泛的报道 那么呢 也正是胡家和习近平家族和习近平本人的关系呢 延桓春秋拿这个胡德华去做这个 做文章啊在关闭他时候让胡德华去 实际上那个事情的胡德华 这个因为他们关延桓春秋关的很猛嘛胡德华也没给面子 所以那个事情把他搞僵了 再加上胡德华在 有一段时间说话批席批的很赤裸裸的啊这个关系在某一项搞僵了这是这个毫无疑问的 那么呢 最关键的一个啊 就是说 我从一比较权威的消息 里头这个 得到一个消息就是说呢 习近平当年 神隐 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吗 说习近平 习近平神隐 他干嘛去呢 他实际上走的不远他就去了这快一四二十五号 哈哈哈哈 对啊 做这个地方 对 就说在某个意义上就是说 这个习是中胡德平做大哥的 啊 做大哥的 那么 这个事情呢 你不管怎么样这么做出来之后呢 我想呢 习近平现在 也一尊了 权力也稳了 大哥的位置也不需要了 胡耀邦势力的这个支持也不需要了 那么 该到这个关系画一个句号的时候了 那么这个意思明确就是你们以后别老提胡 和习的关系了 习近平就是习近平 因此呢我说呢这是这个世界的最终的政治符号的意义 这个我还补充几句 这个这个老和这个当然对红二代研究比较多 但是呢我认为这个 习近平跟红二代的关系呢 基本上和八个字来概括 我不沾你你别连我 啊 这个他 跟薄熙来内战那个恶战之后呢 实际上他这个防腐啊基本上年轻人都没动过这个红二代 大战是这样 他实际上就是我不沾你啊 但是呢这个类型那你别连我那么实际上是 那刘亚洲啊刘元这些人出局啊就你别连我不不用你们 这个效果很明确啊这是第1个 那么呢 啊 刚才和平说了这帮红二们这帮这个延安这个这个什么会啊 这帮人在中国 除了献媚啊你刚提到就是献媚 这个因为他们不献媚他不能干别的呀 对他能反习吗 立马给你灭了是不是啊给你肚嘴了 所以说他们在这些人在这个里头的死命唯一的死命就是捧媚 那么这个捧媚的历史多了 这次啊 歌颂习近平什么 自国的这个伟大的成就 上一次是这个我记得比较绅士浩大的一次红二的会议是 啊 习近平在防腐过程中啊 两军相辞辞 僵持状态的时候呢 有一个红二代出来好在红二代支持习近平防腐 对 那么那次也是大家印象深刻啊 18代之前是他们也搞过智慧 很大的一次啊 说支持习近平防腐啊 好好的 这样一种情况 那么现在这帮人出来的话我告诉你啊 用当今最时髦的话来说 献媚已经不行了 不用献媚这个词叫高级黑 对 这帮家伙里头有一毛家的 你刚才批这个 姓胡慕英 这个这个历史上这个胡乔木和胡耀邦家里关系不好啊 当时这个 政治局会开会的时候胡就胡 那个胡耀邦安排这个这个人去他们家里去抄家事抓人了 就是胡乔木家里头的事啊 对不对呀 他怎么可能支持 胡耀邦呢对不对呀 他们家里一个孩子 就是就是被抓嘛 被处理嘛 另外就是这个东西呢这个机会呢他在政治上达成的效果呢 还起了一个什么作用呢 就好像习近平现在政治地位又不稳了 跟上次一样要来要他们来撑着 对 那不是捣乱吗 你这不是这个自作多情嘛 不是捣乱 对呀 就是捣乱 哎 上一次是两军相持 成僵持状态然后有人出来喊 支持习近平 这一次你出来又啥意思啊 对不对呀 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是自作多情 另外最后一个我觉得吧 他做不到什么事他还求一曝光率 这就是他的私心所在 你还能做什么呀 对不对 很多人都是为了 要点 退休金 要点医疗待遇 要点房子 马家就给人里麻烦一个好居住 这就是他们的私心 所以说 说白了吧这个政治玩到这样一种风上的既不高级 还是很恶心 这样情况 所以我要补充这几句 这个台湾啊真的要跟美国买武器 买这个几十架 现在不知道哪种啊 F16 最大可能是F16V型 对 这个他也现在有一些F16 但是F16V应该 我不知道是什么 反正现在是F16比较厉害的 也许在某个意义上的拉平跟大陆的这个武力对峙的这种等级啊 让他 不是太虚弱啊 那么呢这个 而且台湾还想买F35 美国这边没有做决定 那么你环球时报你说 干掉你台湾一个军事基地 实际上就是跟美国这个做这个愿望游说 帮助他买最先进的武器 美国人现在担心F35 机密泄露给北京 我估计啊F35那个资料已经被黑进了北京黑客拿走了 因为这个说他反暴这个 机样很很很一致啊 所以说 我估计美国啊这个 也想卖这个台湾F35 这种飞机是最厉害的 台湾想要啊但是贼贵贼贵的啊这是第1个 另外呢这个 现在这个人们说话我都搞不懂啊这几天啊 可能愚人节过的 为什么呢昨天习近平拿一个我将无我 今天又来个泥巴弄话 这个泥巴弄我们知道是什么地方啊 刚才河边河边先生讲是泥巴弄 他们加了个话啊 泥巴弄话 后来我去查呢这个泥巴弄话根本就没有一个定义 根本就没有一个定义 那么那个 最后 人家说 他的一个解读半天 这个泥巴弄话是什么意思呢就台湾要小心了 别跟着川普乱来 不然呢就让你们进入内战变成失败的国家 或者中共呢也能用低沉默的方式 瘫痪你们的经济让你们从天堂掉到地狱 这就是所谓的泥巴弄话啊 那么这个我看了一篇文章他把这个泥巴弄话呢 讲这个文章的时候呢他配了一张图 就一个小孩站的一个 满目 这个枪眼的墙前 那就是泥巴弄 那很显然就是说大家看泥巴弄什么意思啊 而且我告诉你这个除了说瘫痪你的军事基地外 环球时报还批了一个我们有一个王牌要动 什么王牌呢 和平先生泄灭了这两天 他说有一天他把许家重逼急了 终于许家重说 我们在香港所有的东西都做好了准备 是吧 有这句话吧 那么是不是老共这个王牌就是我在台湾所有的准备也做好了 我不行 这个就是你泄密提供了我一个起 我现在去说是把飞机飞到总统府上 我没听说导弹打到总统府 这个他的桌子上啊 我说这个意思还不是这个军事的意思 完全没有明白我觉得 许家纯说的那个意思就是中共在香港的内部 已经把这个 这个人马固执好了 以防万一就像如果香港有变的话 他在香港的内部本身他就能控这个局势 那么我现在觉得就是说 我不知道这个像白狼这些人跳到外头 那估计是最表层的 中共是不是在这个台湾有一批 地下工作者 已经种了毒在里面 有地下工作者 而且市地盘大 像许章虫说的布置在香港那样 我怀疑有这样一个方案 这是我担心的 这个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美国对台湾的保护的问题 我已经讲了这个观点就是美国对台湾的保护啊 在 柯林顿和奥巴马时期的已经 空心化 这个台湾这次要求买的这个飞机吧实际上在这个 奥巴马时期就已经要了 那个时候就拒绝了 然后呢只是给了他一种 现有的机器的升级版 那么这个机器呢 根本就不 不能够用来对付中共的先进的军力 只有到 这个我看的这个一个专家的意见就是说 他只有到 F35和F16V这个级别的飞机呢 才能够跟北京这个打成一个 这样一个武器 装备的一个平手 那到这样一个阶段啊 那么到柯林顿时期呢更不用说了 因此呢说柯林顿奥巴马时期呢 将美国对台湾的这个安全保护呢实际上沦为了一句空话 那个时候赶上谁赶上习近平 不是习近平那个江泽民胡锦涛在台上啊他们在政治上呢 还是奉行邓耀平的那个韬光养晦的政策 因此呢没有对台湾构成一个危机 那么这个蔡英文上台之后啊他也没有对北京进行什么样 他只是采取一种手势 对他基本上是一个温和的一个东西 但是美国呢这个中国跟中共的这个 这个战略之中的变化之后呢 台湾 这个事情就被突出来了 那么习近平上来之后呢他有一所作为的他也把台湾东西做出来了 因此呢台 这个台湾的问题现在是被美国和中共 加起来的一个 东西 最后让蔡英文 被迫迎战 因此呢 现在中共的军机的行动呢 离20这个20年总统大选还早呢 因此呢更多的是中国和美国之间 在台湾问题上的博弈 那么这个博弈呢波及到日本 如果这个博弈 继续下去的话 那么美国如果不继续加大他对台湾的安全保护的话呢 蔡英文没必要那么高调 其实国务院被那个国务院信访局人给打出去了 说你有党告国务院 中任政府你怎么告啊 他就告国务院 他就说你居然告国务院 就是把那个信访局那个接信的人都给手都下抖了 这个中国是天荒夜谭的 这个这个社会信用系统的问题呢 刚才何平先生也说了我们在美国我们买房买车 我记得用信用 这个要钱租车 这个 买房买车要信用 我买房子的时候我根本就 没有 上班多久啊 对不对啊 我去买房子的时候我以前工作才一年嘛 然后我就去跟银行的那个办事员说我说想买房子他就问你什么情况什么情况 他说你可以 那么就是嘛 根据你的信用系统来查嘛对吧 这个还有自己收入的这个层次 那么中国的这个问题刚才何平先生基本上就已经 已经说完了啊 我原来啊 这个 我不知道这个信用系统是 中央集权式的 还是地方风权式的啊 因为 现在都是谈这个20多个城市推出了这个这个规定对那么还还地方还不一样对不对啊 所以我就不知道这到底是中央的政策还是地方政策最早是一个中央的一个政策 只是落实到地方由各个地方的根据自己的特有情况来进行一个具体的规划那么这个就就涉及到就是说地方性的法规 啊或 刚才前面上那个刚才我们出了一个图是国家发改委的啊 国家发改委落实习近平的指示我们想到习近平连这个都管啊 什么都管 习近平那个那个我们导播把那个习那个发改委上习近平落实习近平关于构建 一处实性 处处受限的 幸运惩戒大格局的重要指示 啊他是按照习近平的这八个字 来做呀 是不是啊 那么这个东西就 比较麻烦了因为 这个 国家发改委的这个这个规定吧他属于行政规章 行政规章啊这个具体的行政规章啊 和抽象的行政规章那都是可以起诉的 到现在 但是这个习近平都说话了谁敢谁敢省啊 对呀这就是问题 刚才何平先生也讲的问题 中国呢 他有时候呢有 有法律是空白这个都这个阶段的很多地方已经过去了 不是法律空白 他有法律 何先生问题的他法律自定完了他是装的 他在那不管用 这是这个你政府你可以自定法律 而且这个法律他你只要面临这个一种被 行政起诉被危险审查的这样一种挑战 那么你去治吧啊你可以定去 那么这个老百姓在中国的情况就是一旦他把你这种 日常生活的东西都给你把都给你限制死了之后呢 老百姓没地方去告状 所以中国的问题呢在什么呢第1个就是说 这种 广义上的立法权的滥用 真的是滥用 他想立什么法就立什么法 这是一个问题 第2个问题就是说呢 在立法权滥用的前提 情形之下呢 没有一个救济的手段 让老百姓去制约这种立法权的滥用 最后就导致老百姓的权力啊不仅 现在甭说老百姓 政治权力你刚才说了 这个基本生活权力都被剥夺了 现在连你的这个基本生存权力 实际上这个东西就是你的生存权 对啊你也还剥夺 那美国这边 他人破产了我听说还给你留个车留个房子 是不是啊 那最后这个东西弄不好的话哪天就是你再失信的话 我给你连房子都不给你住 我车都不给你开 对不对啊你自己开现在开始高点飞机是不让的 最后你这个自己车都不让不让上道 这可能搞是这样一个规定啊 所以说我不明白这个法律体系啊 在这种体系下他怎么去运作 我也不明白老百姓在这种 没有不能坐飞机 不能坐这个 不能坐火车 高铁的情况下他怎么生活啊 我是我真的搞不懂我看不懂啊 是这样的情况 那么这个事情呢 何平先生提到这个观念很恐怖 为什么恐怖呢 现在这个中国这个政府啊他的这个信用系统也好啊 还是这个 未来要开展的房地产税也好 还有这个高校的这个监督制度也好啊 他有一个政府的这个数字化管理工程 对 等于整个的中国呀都被这种 大科技 政府数字化给网进去了 所以说从好的方面来说啊这是老百姓啊这个 自服 从悲剧的方面来说呢 就是中国现在啊 现在成了一个大监狱 对啊 那么这个社会 这个这个社会 这个 信用系统呢 就相当于秦城监狱的那个 啊里面的一个小小小区间 就是一个大盒子里面的小盒子 很多人在这里头网 啊是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说 我认为这个信用系统搞不好的话就可以把中国变成一个大监狱 这是他一部分 在说和平老说我学法律我都不好意思说 你石英币你学那法律干什么 就应该这说我所以我才不会去学法律 不过你是美国法学不是 但是这位在中国学法上喜欢他才到美国来学 否则他也不会学的 嗯